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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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我想要学习武艺 我想学武可以吗 外面那三位师傅不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吗 好 芳儿 你刚才说要学武怎么又贪玩上了 只玩一会儿 只玩一会儿 怪老头又在干嘛 大家都是看在公子面上才没有赶他走 这人也太不自觉了 只要哪有酒焰 他就厚着脸皮往哪凑 随后冷吞虎焰的乱吃一通 热到鼻子发紫才受筷子 真不像我 要说这个武艺 我跟在座的可是没法比 就说这个刀法跟各位比起来就习从平常多了 只不过是刀刀不走空 任任都见彩 去年盛夏我夜间外出乘凉 未想飞虫甚多 我一怒之下抽刀在手 刷刷几下 你们猜怎么样 说 怎么样 四米之内 飞虫统统被斩为两段 落了一地 好 好 恐怕那些飞虫个个都有猪牛般大小 等着你去批舵 好 就你有本事 你来 那是自然 我也不说什么大话 只卢两手给各位看看 好 好 再来一球 再来一球 好厉害 来 原来你的手掌也是气软怕硬 连个小小的铜壶也批不了 好玩 你这一手比我画的乌龟小狗还好玩 老头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我的铁掌比你的什么乌龟小狗还好玩 是啊 一点不错 你要不信你自己来看看 大家都来看 快来看 这什么东西 这就是你的本事吗 瞧瞧你画的是什么玩意儿 画个乌龟没尾巴 画个狗长着脚 画了只公鸡还长了个猫脑袋 就这水平还敢在老子面前口出狂言 今天我非要教训教训你不可 启慢 师傅 他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 哪能跟你们诸位相比 您打人有大量就原谅他了吧 今天是看在小公子的份上 要不然一定要你好看 别走 你别走 谁说我没本事 我的本事 大着呢 你这个老不死的 你要干什么 莫非你要欺负我的老人家吗 你 师傅 让他说完吗 是啊 等我老人家说完 小废话 你再发威也不迟 快说 老爷爷 你到底有什么本事 我会孤筒 什么孤筒 好 老人家 让我们见识一下你孤筒的手艺 可以吗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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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 老人家 你这是做什么 山人自有妙计 老爷爷 老爷爷 我已经把您孤筒要用的毛竹和劈刀准备好了 我孤筒从来不用什么劈刀 我孤筒 你怎么能不能用 我孤筒 我孤筒 你不是 你这还可以 你 你 你 我孤筒 你 你 你 我孤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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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孤筒 我孤筒 你是什么 你 我孤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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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好 还有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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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先生 您武功如此高超 下官有眼不识泰山 太难了 还望老先生恕罪 拖拉拖拉 这算什么武功 不过是温口饭吃的手艺罢了 好久 不过是温口饭吃的手艺罢了 父亲 父亲 您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么早叫孩儿起来做什么 有什么要紧的事 不能待会再说 你不是一直想拜一位名师学习武艺吗 哪来的名师 我怎么没听说过 怎么 你忘了昨晚孤筒的事了吗 您为我请的名师就是他老人家 我喜欢 我喜欢 老人家 您起来了吗 请进 老前辈 你们父子的来意不必说了 这么说您知道我是前来拜师学义的了 不过眼下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 就此告辞了 公子若真想跟我学义 可在三年之后来找我 师父 这几个月都住下来了 为何在意这几天 老人家 莫非是在意我这里几个月来招待不周 你们说哪去了 这样吧 我留见东西为证 切记不到万分危难的时候不要摘下它 不要去解开那舌头舌尾 好了 话说完了 我也该走了 师父 突然还有句话要说 还有什么事 三年后我到何处去找您 你不说我都忘了 东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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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会有期 师父 多多保重 父亲 此一别若不学好一身决意 孩儿绝不回来见您 好 你也应该出去闯荡闯荡了 那么孩儿就此告辞了 千万 为父有东西送你 为父有东西送你 好保险 好保险 快快上路 孩儿不在身边 父母大人可要多多保重 孩儿就此告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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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动手 看得正好 快动 触触摇 nobody dang 来 喝 晚上 一醉方休 来 给我买的 买上 端归我今天一个大蒙展翅 不理他 来 别干费劲了 多谢你的黄金白鱼 无耻之徒 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不说 还在背后下手 一会儿再收拾你这臭小子 师傅 你现在究竟在哪里 切记不到万分危难的时候 不要摘下它 师傅 是师傅吗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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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很疼 在那儿呢 在那儿呢 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